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外 郭五博 我们就进去 我们在景辉 我们的孤高学院 我们徐南姐 感到累恨重 我们的离花天 我們跟鄭兄姚立委來補助我們在座 幫助我們跟我們做會 共同保佑 我們的好評語 跟您鼓掌 我們今天在這裡 天氣很好 五年在這裡 有落後 更換 我覺得是我們的鄭南樓 我們來弄 今年的心情應該是好 1月16日間選舉的結局也確定了不予 這個其中我想到了幾個人 幾個民主的前輩 鄭南樓也是其中的一位 他們在天上看到這一刻 應該也會為台灣感到驕傲 去年在這次會上 我曾經說 國民對國家的光榮感 不在於國家的大小 而是在這個國家所堅持的價值 是不是讓人民感到驕傲 就像鄭南樓說的 我們是好國好民 現在這個歷史的責任 將會在我跟大家的肩上 我想告訴來囉 讓台灣成為好國好民 接下來就是我 等大家 我們共同的責任 謝謝 鄭南樓曾經寫過一句話 他說爭取正義與公民 已當即知即行 意思是說 不論在任何的政治環境當中 為了正義與公民 不需要有太多的宣謀跟計算 最重要的是勇敢採信 行動 再過一個多月 我要就任勇敢的職務 這是我們第一次不安全執政的 我知道台灣人民期待很深 此刻是鄭南樓當年難以想像的歷史的戲劇 但我知道 如果沒有像來囉 這樣的民主前輩的努力 我們不會有這樣的機會 因此面對時代的挑戰 我沒有推脫的藉口 我一定是在所有國民當中 最勇敢的那一個 每一年的此時此刻 很多人都會想起一本書 那是胡桂林寫的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 《我喜歡這樣講你》 很多人告訴我 如果這本書 想起那個時代 那些人 他們都會留下年代 來囉 生前 我沒有機會認識他 與他公私 所以我羨慕許許多多 和來囉 有一起公私的朋友 各位在回顧自己人生的時候 曾經有著這樣一個偉大的聲音 雖然來囉走了很久了 但是我們用不同的方式來懷念他 我們仍然記得他說過的話 寫過的文字 來囉 永遠在我們身邊 和我們一起 並肩落戰 提醒我們應該要更堅強 應該要懂得折善不止 當然 我們今天會記的來囉 也是因為橘蘭姐的努力 二十幾年前 為了讓來囉的成人更有意義 提醒橘蘭姐離開了用我的廣告圈 投入了民主改革的行列 橘蘭姐投入政治圈的時候 大家提起她 都說她是來囉的改革 但是今天 幫人們提醒來囉的時候 都會說她是橘蘭姐的先生 他說那種思念很痛 但正是這樣的痛 讓她更堅強地投入這個 把這個國家變成一個好國好民的職業 在追求民主與自由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是生下來就很堅強 我們總是要歷經很多的考驗 經過了很長期很深刻的思考之後 才會慢慢地學到 我有堅強 我們才能挺身守護我們所深愛的人 是能 事與物 在來囉的身上 我們看到了這種文法形容的堅強 同時我也在橘蘭姐的身上 看到了這樣的堅強 人的一生 要為深愛的土地 身心的價值 要守護的人民 堅強起來 這就是正南樓先生給我們 尤其是我的啟發 正南樓身處在一個黑暗的時代 但是在什麼黑暗的地方 也會有光 可以幫我們指出方向 正南樓用自己的生命 照亮了黑暗 我們要謝謝他 我們也要謝謝徐蘭姐 最後我要說的是 昨天我看到媒體的報導 正南樓基金會的鄭清華執行董事 希望新政府將事業計劃 我記得去年也是在這裡 我曾經為這件事情有過承諾 我要藉著這個機會 再一次宣示這個承諾 與關議員 年二自由日的訂立 執政之後 我可以立刻交代相關的單位 來典禮辦理 我希望明年的4月7日 我再一次站在這裡的時候 所有的臺灣人民都會記得這一天 不只是正南樓尋到的日子 但是臺灣的言論是有意的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主持人的演講 很快的紀念會即將邁向尾聲 我們請陳明章老師為我們帶來 最後兩首歌曲 《黑暴的一次魚》 以及《日是我們的黑暴鬼》 請陳明章老師上台